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LO 上一次和大家去西環走全香港最大的超市 今次又是走超市 不過就來將軍路這邊 將軍路開了一間都沒有那樣大 但也有34000呎的就是UNI 所以都開了一段時間 但都想和大家去看看 因為我自己都未來過 當去一下旅行 這一間好像就聽說多些日韓的 大家跟我一起來 好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多謝 將軍路UNI就在新都城義旗那邊 我們在保林站HR這邊出 這裡是商場的底層地下的 所以就要下來走過來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一進來這邊就是蔬菜區 旁邊就是賣麵包的 看看麵包有什麼特別 都是比較日式的麵包 這個是淡雪的 這個士多比也挺貴的 260元 看看上面 這一隻甜黃 就120元 這個紅本的 是香印 這個香印148元 不是的 148元是兩包 一包就是78元 這個富士山寺 都挺貴的 這個399元 旁邊這個380元 這個很巨型 這個 這個是李來的 59元 但是很大 這個比較划算 這個很巨型 博多福光的奇異果 都是很貴的 388元 你以為貴嗎 旁邊這個更貴 日本金奇異果 這個 是688元 這些就便宜些 下面這些 這些普通的 日本的45元 麥瓜 就是平時的 都是貴價 200多元 旁邊這個是西瓜 都是200多元 當然這一邊 有一些貼地的水果 六個九個橙 那些 這些不詳細影 都是一般超市的 這一邊就是京都日本來的菜 這些菇也比較貴 比較貴一點 連蔥 不是 這個菜來的 29元 有些好像糖糠的物體 這個大蔥 都要40元 一條 這個比較特別 澳洲的一代 紅皮薯仔 整個包裝不是透明的 封住了 看看後面有沒有 有的 後面 看到紅色的 這邊是海鮮 吞拿魚扒 三文魚 這個是劍魚 很大塊 還有整隻 印尼來的八爪魚 很搞笑 這盤也放得很漂亮 油甘魚 很大塊 整條的 日本伊佐木魚 青魚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香魚 還有這裡有龍蝦 南龍蝦 這隻法國65元 100克 還有這隻是加拿大的波籠 海鮮就不太多 只有這個位置 它的設計很有趣 這個中間是買食 熟食的位置 有幾檔 好像這檔 就是炸菜 忌廉餅 那些 你們自己看看 旁邊 就是沙羅 這些日式超市都很多 但是它有龍蝦 還有火雞 羊架 這裡還有一檔熟食 有羊腩煲 現在天氣冷 198一個 還有一些 拿海鮮 蟹 這裡有師傅 即場包 壽司 這隻是油甘魚 很漂亮 油甘魚腩 挺肥美 茅丹蝦 還有這隻赤蝦 赤蝦 赤蝦都很漂亮 60元 這麼多隻都挺便宜 好像Donky 也見過有 三文魚 海膽也挺漂亮 它的刺身擺盤挺漂亮 早期很流行的 日本的即食生蠔 圓條的魚 這個叫什麼魚 春枝魚 沒聽過 壽司很肥美 看起來很漂亮 有師傅即場包 是不一樣的 再看一次 現在正在燒 這裡其中一個特別的 就是它有熟成的肉桂 這裡了 看看大家看不看到 因為有點反光 可能未必看到 咦 為什麼還有名字 難道有人留了 原來剛才看到為什麼有名字 它是可以這樣的 你選了喜歡的部位 算了數 然後你就會選了你想熟成的時間 然後就去拿貨 就好像隔壁這裡寫了 什麼小姐 什麼時候 多久 難怪有個牌子在這裡 這些就是它本身熟成了的 不是流的那些 這裏也都有一些 這裏也有在這裡 這裏的highlight是非陀牛的 這裏也有了 A5 這個牛肩 我上網看到它這個飯糰是比較特別的 看看 這裡有個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28元 有很多種口味 它的設計很特別 中間 接著它又有個角落 這裡是喝咖啡的 你看到 有些位置給你坐的 除了咖啡之外 它還有牛角包鍋夫 這個牛角包鍋夫 這個樣子也挺特別的 好像雪條 很繽紛 有鹹的 除了甜之外 這裏真的比較多日本食物 好像這個 不知道什麼商店 它有一些 玄米酒 金酒 這個挺特別的 有幾種口味的 不是 這裏是果汁來的 有酒 有果汁 這裏是香蕉 濃縮奶 這裏有些好像無印的零食 包裝 不過相對比起無印的 是貴少少的 這個果汁也比較特別的 平時最多像這些 紅豆 抹茶 芝麻 這個就是 蜜桃 但是這一隻呢 甜薯 叫做 番薯的果汁 特別 我真的 沒見過 這隻都不太貴 這個價錢 40元可以試一下 賣米的 它有個雪櫃16度 很多不同款 有些都不太貴 最貴這個 479元 山形軟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叫做 香港精米 這麼有趣 是不是呢 有沒有看錯呢 是香港精米 不明白為什麼 平時我們都見過 吉野家 這個是 罐頭 我以為只是罐頭牛肉 原來呢 它是有飯的 它這裡寫著 連飯 牛肉飯 那些搞笑 罐頭牛肉飯 也是第一次見到 豬肉飯 雞肉飯 現在冬天 很多人喜歡吃火鍋 原來這個呢 有關東煮過 可以加進去 也不太貴 我看到75元 看裡面呢 它有些水 在裡面 有些湯 看到很多款不同的咖喱 有些比較深色一點 挺特別 通常呢 我們就是 這一隻 不同地方的牛 的咖喱 有飛驼牛 豬 也有 這隻 近江牛 還有這隻 我不知道叫什麼 米赤牛 可能 博多 神戶都有 有 這些就是 日式的冷松食品 可能 有些可能 在當期也有 也不出奇 這裡都選擇很多 而且走得舒服一點 這裡沒有那麼多人 這些日本雪糕 沒有什麼特別 都見過了 這裡有些特別小小的 有些泡芙 看到這裡這麼多日式的東西 都很開心 尤其是這隻蛋糕 都是日式蛋糕 看到都很興奮 看看啤酒 很多款的日式啤酒 這隻好像綠茶 綠茶啤酒 另外這隻 當然是無酒精的沖繩啤酒 香港手工啤酒 看得多 現在這隻是日本的手工啤酒 包裝都挺漂亮 這隻也很有懷舊色彩 包裝 這個賣酒的地方都挺大的 當然有些 威士忌 日式那些 包裝都挺漂亮 這些就比較熱的 日式威士忌 響的那些 有酒店可以沒有杯 剛才有些都見過的 另外有些不同的 例如這些富士山形狀的杯 這裡特別一點 有個酒吧位 其實它定期有些品酒活動 我相信是在這裡舉行的 再直走這裡就是日用品區 左邊就沒什麼特別 右邊就是一些食物 讓我發現了很特別的東西 這隻的薯片 不是是脆片來的 是芒果味 芒果辣椒味 先對焦 芒果辣椒味 它的餐廳周圍都有 旁邊這邊也有一間西餐廳 前面有甜品 左邊這邊也是有食物的 這裡吃 漢堡包 前面就是賞茶來的 茶飲店 它除了日式麵之外 都差不多就沒有拍了 這裡有一些特別的麵 有黃芝肌 蝦子麵 都很貴的 蝦子麵 288元 這裡又是叫爺爺麵 這個是衣麵來的 打鼻樓湯底 有些特別少少的款 譬如這個 蒙古 茴香 不要以為是國內的 其實是台灣的 先對焦 台灣的 另外這隻又是蒙古 這個麻辣味 這隻又有養生味 比較特色些 泰和殿 這個也是台灣的 麻辣 走到尾就是收銀 差不多完了 其實它買東西的地方 就不是很大 不過它旁邊有很多餐廳 這個就是韓國的K food town 我們下去看看 這個K food town 其實是裡面 買一些韓式的急凍食 看到門口 有隻很可愛的貓仔 我們看看有些什麼 先看一些不是凍食 這裡有一些韓式的飯 這個奶色這麼有趣 可能是粉 有些瓶子給你搖 看看是不是 對 粉全部在底部 然後加水搖 這隻 還有這隻 好像看到一些代餐 好像有些上網都有賣的 這隻 這裡應該是最出名的 麻薯 有幾隻口味 又有朱古力味 切開了應該是這樣的樣子 這個綠茶款 這個是士多啤梨款 瑞士卷 這邊就是鹹食了 這隻是牛腸鍋 韓式雞扒 這個亂雞鍋 蝦餃 這個是泡菜 鮮蝦 水晶餃 這些 都是外面好像未見過 少有些 辣炒雞扒 這隻 我也是第一次見過這隻 去腸 有蔬菜味 還有普通味 還有烤小牛腸 這一個韓式的小食物 全部都是韓國的味道 那些芝士 最喜歡的 韓國的炸雞 那些 進去看看 這個 座位 都OK 暫時沒有人 看看有什麼食物 這個最特別 蠔燒鰻魚味 這個好像 腐皮卷 有點像日式 腐皮卷 Fookookook 旁邊 這裡都有個打卡位 有些椅子 讓你坐在那裡拍照 好 走完了 其實地方 它雖然有三萬多尺 但是看起來 買東西的地方 就不太大 跟上次西環那間比較 裡面買的地方好像比較小 但是 因為這一間 它就會多一些吃東西的地方 還有一些特色 日行的地方 會比較多一點 那如果你說 我來說 雖然是遠一點 但是我覺得 現在不能去旅行 都頗值得來逛逛 看看 一些不同的東西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 給個like 下面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可以馬上收通知 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約定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我再次呼籲 跟我們分享